那首先的話呢 今天是第七次上課啦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會把每次 前一次上課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那確保你是真的學會啦 如果你假設有些地方 好像還是 也許你知道啦 可能大家都知道上個禮拜上哪些啦 只是說叫你要自己現在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可能還是有點問題 那你就需要多練習 因為其實會跟不會啦 我覺得程式部分 還是最重要還是要寫出來啦 寫出來前提 盡可能的就是說有參考可以寫出來也OK啦 或者最好是完全不參考狀況 就是說你打開Spider 然後呢直接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看到需求就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當然是最好的狀態 所以上個禮拜呢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呢 我們其實是外部讀取那個資料 那讀進來的話 會有幾個部分喔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那個 讀進來的東西 因為我們切 切的話是用一個方法叫Sprits Sprits的話呢 它是一個文字 一個文字類的一個函數啦 那這個函數的話切開來之後喔 它會給你的就是一個文字 即便裡面是放數字喔 它還是給你文字 所以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切回來之後Sprits它回來一定是一個串列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這串列等於是放很多資料 有點像一個清單啦 其實英文名稱就是List List就是清單喔 那你要把這個清單裡面所有的這個文字轉成數字的話 那你不能說直接轉喔 不能用外面加int喔 那你怎麼辦呢 你必須用配合一個回圈 然後一個一個把回圈 這個把串列裡面的每一個 從0到最後一個 通通把它讀出來之後再轉 轉完之後存回去 其實程式就兩行啦 OK那兩行 我有特別在雲端上面喔 用那個醒目的底色把它mark起來 其實就是你要把這個 把它熟悉啦 最好是一定要可以把它自己寫出來 如果你不能 可能你要想辦法把它稍微 這可能還是要稍微記一下 或背一下的喔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有關路徑的問題 我上禮話有提到那個 預設值我們如果是放在專案 就是我們模組的旁邊的話 那直接給檔名跟副檔名 可是如果說你是放在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路徑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給那個 你的磁列機位置啦 然後磁列機位置後面的話 可能還要在斜線 然後在目錄斜線 有沒有 不是那個斜 如果左上到右下是反斜線 你要給反斜線 不過這個反斜線是一個拖曳資源 所以有沒有 你將來可能就是說 那個路徑部分喔 這個反斜線喔 那你可能就是怎麼樣 要必須兩個反斜線 它才不會有充碼的問題 因為它這個反斜線 它這個程式裡面有用到 所以你也用了 它搞不清楚 這個到底你是用在程式那邊 還是說你今天是一個路徑的符號 所以呢我們幾個方法啦 就是變兩個 那要不然就是說在路徑的前面 再加一個小R就可以了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再自己看一下 前面的部分 其他的話大概 幾個重點就是在一個Member的檔案讀取 所以在雲端上 我們有個Member的資料啦 那個資料把它先貼到這個文字檔 然後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就是把它讀到Python裡面做處理 讀取 所以以後你想要想到讀取的話 那就跟他講那個路徑在哪 open 瓜葫路徑在哪裡 然後後面加一個d0.r r模式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 那你至少有三個方法 最常用 一個是Reader 一個是ReaderLight 一個是ReaderLight 那因為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行啦 其實實際上 這個橫像一般習慣以色列啦 很多很多的 或者很多很多的行 那把它讀進來我們會用ReaderLight 那ReaderLight讀進來的話 它一樣是放在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很多資料處理完 都給你的都是串列 所以如果你假設說那個串列部分 不熟悉的話 真的是會是一個瓶頸 所以可能要慢慢習慣一下 然後讀進來用ReaderLight 有沒有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一樣嘛 你就把每一行每一行 再把它做Print出去 但是最後其實我們有一個 需求啦 那當然這個是模擬狀態 比如說我只要前十個 前十個很簡單 回圈 回圈數量你0到 0.11就可以了 有沒有 0 然後到編號10 然後就停下來 前十個OK 另外的話呢 如果我只需要 因為它有五個欄位 欄位數比較多 那我只要 姓名跟手機兩個欄位的話 那這邊可能還牽涉到 你要去用Split切割啦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最後其實 做出來的結果啦 類似像這樣 這個我請各位 如果還是不太熟悉 回去可能要試做 盡可能就是 完全可以不需要看 這個參考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通通寫出來 所以最後的話 把它print出去 就類似像這樣 得到的結果 手機 姓名加手機 然後有十個會員 前十個會員 在這邊 那並且 我底下這邊有三行 就是存檔 那我希望存成一個CSV的話 那我可以叫 member.rpt.csv 那跟讀檔最大的差別 上面的話呢 它是用R模式 那下面的話呢 是W模式 這個可能最大 這個讀嘛 這個寫 然後如果讀的話是read 有沒有 read and write read and write 有沒有 那如果寫的話呢 就是write 然後呢 後面呢 就給它 你需要寫出去 存檔的東西 那最後記得 一定要把它close掉 因為如果你不close 當然其實 以這一題來看 你其實不close 的時候 程式沒有問題 但是別的地方可能會出 為什麼會出 因為 之前遇過就是說呢 你不close的話 它會變成說 它這個物件會一直載在記憶體 那載在記憶體的話 當你要把那個檔案刪除的時候 很抱歉 刪不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檔案已經載到記憶體的話 你要刪除檔案就會失效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還是一定要把它close掉 OK 好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 那如果你假設有一些細節 不太了解的話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這算加雅其實程式不多啦 真的 total其實是十行嘛 但每一個地方 都是重點 其實你說要把程式學好就是 可能就是學一些細節吧 細節不要做錯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要當一個 當一個軟體工程師 初階的啦 我覺得不難 不要犯錯就好了 把規則記熟 把想寫的 把它寫出來 寫的出來其實就OK了 那再來當然如果你要再更進階 就是你要做懂得更多的變化 或者是說除了Python本身 可能還要知道其他的東西啦 比如說你要爬蟲的話 你要對網頁 有沒有 一定要了解網頁怎麼產生的 網站的整個架構是怎麼樣 其實你說要架一個網站 現在真工程師還有分前端工程師 還有後端工程師 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那你現在要爬取別的東西 你至少要對它的架構是了解的 不知道你怎麼把資料爬下來 所以啊 其實這個整個產業都是一串的啦 所以你說要切很那個 你就負責這個而已的話 其實蠻困難 他們其實都是延伸性的要去了解啦 OK好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還是要慢慢熟悉啦 而且 盡可能還是要對他產生興趣吧 也不要討厭他 回去啊至少你要開他 如果你回去都沒開他 你要把它學好 這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回去如果假設你沒有開 沒有練習 你要把它學好很困難 再怎麼樣啦 你就 如果你真的 你就逼著自己 回去自己開起來 然後想想看 寫不出來沒關係啦 反正就花一點時間長 拉長時間OK 但是至少 你要想到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 長期的持續性的一個學習 你千萬不要只是片段片段學啦 這東西其實很難片段片段學 我覺得這蠻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OK好 好那一樣 或者說如果細節有些loss 你把我之前影片再看一下 跳著看也沒關係啦 跳到你不會的地方 不熟的地方再看一下 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要繼續來看後面的範例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雲端白板都有 就是在第幾頁 這就是member的檔案嘛 在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五頁開始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 我剛剛講的東西啦 其實都在這上面 你那一找一下程式碼都有 比如說只找前十個會員 裡面會用到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方法 叫做SPRIT有沒有 去頭去尾的東西 這個非常重要 這蠻常用到的 那我其實也用到SPRIT這邊也有 SPRIT還蠻常用到的 然後只留下兩個欄位 其實主要是什麼 把它用SPRIT之後有沒有 SPRIT它 然後丟給前面的這個串列之後 OK 然後只是取什麼 第一 編號1跟編號4 編號1的話其實就是第二欄 因為從0開始 第一欄是0 第二欄是1 那第五欄的話就是4 OK 那我們就是1跟4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姓名跟手機 這兩欄 是不是OK 那最後存檔的話就是在底下再加什麼 加三行 再加一個串在一起的動作 OK 那這個就是幾個小細節啦 那你也不要急著一次全部寫完 反正就先階段性的 第一個先可以把檔案讀進來 第二個階段也許就是在取前十個 第三個再取兩欄 最後再存檔 那不就OK了 所以以後寫程式的話 反正就一步一步來 你也不要急著一下子想要一步到位 不可能啦 OK 一步到位其實是錯了 錯了你也不知道錯哪裡 所以很多同學 常常急著一定要把同學全部寫完 寫完之後出錯了 然後跑來問我說真的 我有時候也還是要逆推回去看嘛 然後一個一個環節檢查 哪一個環節錯了 你就改哪個環節 你千萬不要一下子就到位了 到位之後那哪個環節就不知道 你就很難出錯了 所以我說啦 我自己習慣也是這樣 我就一個step OK了 好了 再下一個step 再下一個step 那只要中間有一個step錯 我就趕快改 OK 那我就不會一直錯很多 你不要說全部寫完之後再執行 出錯 誰看了沒有人那麼厲害了 OK 除非你相當有經驗 你才有辦法 所以其實寫程式還有一點 我覺得也不能急躁 OK 欲速則不打 你可能很快想要寫完 但是反而會花更多力氣更多時間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就是說 因為它不容易不好出錯 所以我盡可能就是把寫對的先保留起來 以後哪怕是要重新寫類似東西 我就照著寫就好了 有沒有 其實最安全的方法 是跟著別人 所以有時候開一些山路 最好是前面你不要開第一個 你開第一個 你怎麼知道下一個彎是怎麼彎 人家前面彎你就照著彎就好了 所以最輕鬆 所以以前 記得以前沒有雪碎的時候 開那個 那個九彎十八管 我一定會先找一台速度跟我差不多 我跟在它屁股後面走 尤其是晚上開車的時候 因為它左彎就彎 不過它有時候會發現我在跟它 它就靠邊 它想說換人 沒關係 我就換下一台 OK 反正就類似這樣子 你就Follow人家最輕鬆嘛 對不對 你就不用說一定要 一定要自己看路 所以有時候做第一個一定是最累的 OK 那後面的人其實就輕鬆了 那你有輕鬆為什麼不輕鬆 你一定要累嗎 難道你的精力特別旺盛 很年輕嗎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找個方法 簡單就好了 OK 而且學習我覺得也沒有壓力 然後自然的話 你會覺得寫程式 不過也就是這樣一回事 OK 大概是這樣 再來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功力 不然你就是 把證照考試題練熟 如果你不知道練什麼 你就把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證照考試題 稍微練習一下 OK 我想應該慢慢 比較會進入狀況 當然我們其實也知道說 不是每個人未來都一定會當工程師 不過至少你會懂得跟工程師溝通的邏輯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連跟工程師溝通的能力也都沒有 因為有時候你要跟他講什麼 要請他做什麼 你有時候敘述他也聽不懂 你要什麼東西 然後他 他聽不懂 那 他講給你聽的你也聽不懂 那變成會有雲童壓講的狀況 OK 所以至少啦 你有一些概念之後的話 比較容易一些些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接著來看 其實底下也蠻多題的 那我們後面再來取個案例 我覺得還蠻不錯 跟那個檔案的讀寫也非常非常有關係 三個禮拜要跟各位講到 所以你們再繼續往下看好不好 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在 合併全省郵局地址 這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21頁的地方 第五個單元的第21頁 OK 21頁這邊就合併全省郵局資料這裡 那其實呢 我們有一個需求啦 當然這個你們可以再試著做看 就是第一個 你們可以在雲端上面找到有一個練習的一個 應該是雲端白板外面這邊 有一個叫做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你們找一下有一個叫 全省郵局地址的壓縮檔 上面好像這邊有一個全省郵局地址 這個應該也是啦 不過這個 我怕這個下載下來可能是DOC檔 那我們現在用合併DOC檔可能比較麻煩 我們可能就是抓這個全省郵局地址的點ZIP 那你把它下載按右鍵下載 或者是點開來下載都沒關係 下載它之後的話解壓縮 那解壓縮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你如果解壓縮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解壓縮字尺 就不要多一個資料 不要多一個資料按右鍵有沒有 那你就選那個會出現一個解壓縮字尺 你不要解壓縮到 後面又多一個全省郵局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解出來之後 記得選上面這個 我先示範一下錯誤的 如果你假設你選下面那個的話 你會發現它一層全省郵局地址裡面 又一層 然後會變成說多一個目錄 OK 這個可能要追 如果你假設多一個目錄怎麼辦 你可能要把這些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放外面這邊就可以了 主要記得 就是不要再多一層目錄就是 就是我在downloads裡面 會有個全省郵局地址 OK 然後就在這邊會看到有25個點TSD 這個就不要多一個目錄了 這個把它刪掉好了 好 那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看一下 這個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就是說 把這25個檔案 幫我合併在一起 然後存成一個檔 檔名也許叫O.TST好了 OK 如果想要把它存一個O.TST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放在 在某個路徑底下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以前做法 當然 以前做法可能就打開它 然後 Ctrl A C C C就複製 然後另外再開一個地方 去把它Ctrl V 貼上 然後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那因為這邊有25個啦 其實25個你說多嗎 一些也不多 但少的話呢 我覺得也不算少啦 可是如果未來 這個檔案假設是多於這個數量 可能是乘以10 250個 再乘以10 2500個的話 可能它都會遇到 那如果數量一多的時候 你當然就不太適合 用這種複製貼上的方式來完成 可是問題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 可以幫我寫個程式 把這25個檔案呢 通通都合併在一起 並且存成一個檔案 所以開檔我們有交過吧 有沒有 開檔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存檔也交過 那如果開檔OK 存檔OK 那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不就可以做合併 只是說我要怎麼樣 可以 把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 OK 目錄所有的檔案 通通都讀取 所以今天可能還要再多學一個東西 就是你指定某個目錄給他 然後他會告訴你這個目錄裡面 有多少個檔案 的一個方法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要額外的一個模組 所以我其實這邊的話呢 有多增加一個 就是第五單元裡面 也就是如果我想要產生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清單 因為我一定要先有清單 我再來合併 因為我可以跑個回圈 反正一個開一個開 開完之後把它存檔 寫到某個檔案 那可以一個一個一個的 開完之後寫到那個檔的話 那我勢必會需要 有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清單 那可是我要怎麼樣 可以產生這個清單 聽各位講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但底下以前有做過 其他的方法 但不是OK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 後來找到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呢 其實也是內建的 就說Python裡面就提供給你 他的模組名稱叫OS 那OS顧名思義嘛 OS其實應該應該不陌生 OS就作業系 如果是一般叫作業系 Operation System 那這個我覺得應該也是 那其實顧名思義 他就是提供你針對一些 操作檔案的一個相關方法的一個模組 有哪一些呢 底下有列一個清單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需求 也就是說 如果你給他一個目錄有沒有 他會吐回來給你 那個目錄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檔案 的檔名跟副檔名 而且他吐回來的東西 他也會給你一個串列 OK 也就是類似喔 如果你會 要哪一個呢 就OS.wor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希望說 某個目錄 他裡面到底有多少個檔案 OK 那你就是利用OS.work 但是OS.work怎麼用 待會會講 其實還蠻簡單的 不過OS.work 他有一些參數 比較特殊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他到底要丟什麼東西給他 至少一個目錄 但是他會丟回來什麼東西給你 我跟各位講 他會丟三個東西給你 所以也就是你必須要有三個參數去接他 那其中一個參數就是最後一個參數 是我們要的 所以前兩個參數不管 反正那到底丟什麼都一個 我不知道 你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 我只要知道第三個 好 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怎麼去丟 這個我想OS的相關的說明底下有 或者你們網路上查查看應該也有 然後接著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思考看看 那一樣啦 我們反正按部就班 應該 我的目標 就是把它合併成一個 O.TST 好 這樣第一個 第一個 不過後來這個範例講完之後 馬上就有同意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就是 合併完之後呢 我希望把舊的檔案刪掉 就25合一了 然後25不要了 OK 有沒有辦法 有啦 其實裡面OS裡面有沒有方法是delete 有嘛 就是 remove 有沒有 刪除檔案就是OS點remove 那remove的話 你就remove跟他講那個 路徑跟檔案的位置 他就刪掉了 有沒有 OK 然後呢 最後後面還有一個衍生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25合一之後 希望再把1分成25個 O.TST 在土剛剛26把它還原的話 哇 那這樣就很方便 有沒有 我想分就分 我想合就合 有沒有 分分合合馬上隨時 你要合分就分 以後就不用固定了 所以我覺得寫程式有個好處 就是你也不用說 有的還要準備分的結果 有的還要接 那你關鍵你要的時候 再把它動態的產生就好了嘛 OK 所以請各位先 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個先 把那個全省郵局地值 先把它解壓縮 我現在是解壓縮到這個路徑 OK 試一下 待會呢 我們再來看 剛剛講的這個需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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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